也門外長科爾比華計劃在下個月舉行總統大選 可能因為也門安全而推遲 他在星期二接受阿拉伯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說 如果不處理安全問題,也門很難在2月21日舉行選舉 幾天前,基地組織武裝分子控制了也門南部一個名叫達拉小鎮 伊斯蘭武裝分子控制了也門南部其他地區 今次選舉是一個海灣國家滑船計劃的一部分 以結束將近一年以來要求推翻總統薩利克所引發的社會動盪 根據協議,薩利克將權力交給副總統哈迪 哈迪是參與選舉的各個主要政黨都認可的候選人